大家好,欢迎来到DSD线上研讨会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Yvonne 今天我们将提供详细的临时户外营业执照的申请程序 那该申请程序呢已于7月1日正式生效 圣地亚哥市呢也大力的提倡各企业积极的申请 并参与到临时户外企业 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小型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呢正常的运营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临时户外营业执照许可证的作用 那首先呢该许可证对于小型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安全运营方式呢起着重要的作用 该许可证的条例适用于餐馆、零售商、个人服务 包括美发沙龙、健身房、教学工作室和宗教集会 该条例自7月初起生效 有效期为45天 那根据圣地亚哥州法律呢 该条例可以延长到一年的时间 那为了更好的帮助企业申请该许可证 今天呢我们将围绕以下几点来进行说明 第一点临时户外营业执照适用的两种规则方式 第一种为Sidewalk Cafe利用商家门外的人行道 第二种为Pedestrian Plaza利用行人广场的停车位 二必要的申请文件包括申请表及EMRA 三如何设置OpenDSD账号上传申请表及EMRA 四公共安全守则 那在不久前呢 我们的市议会也通过了以下的紧急新条例 允许餐饮业及零售业在以下场地进行室外营业 停车场 街边停车位 自家店门前的人行道 以及邻近商家店门前的人行道 免除非盈利机构的特别活动许可申请费 方便该机构封闭街道 并能以较低费用吸引商家参与其主办的户外活动 放宽限制 方便商家在保持路权及对残障人士便利的前提下 以放置平面海报、利牌等方式提醒大众 注意公共健康 健康卫生及必要的讯息 允许食物、饮料、杂货批发商 在保持市交距离的前提下 开放对一般民众的营业 必须随时为行人保持行径安全 紧急过道的畅通 并继续提供方便残障人士通行的设施与路线 必须完全遵守加州及本县的健康守则与法规 那以下呢 我们将着重讲一下路边咖啡厅和行人广场 以及我们如何去实施 那首先呢路边咖啡厅是可以用绳子和区域 把整个营业区域围起来 但是呢一定要留出四英尺的空间 以方便残障人士他们通行 如果您获得了书面的许可 您可以使用邻近商家的空间进行营业 那对于行人广场的话 首先我们要避免的是挡住行车道和自行车道 那您可以使用白色的栅栏 花栏 金属栅栏 K型导轨 或者是梯形支架来进行区域的划分 但是要注意的是 梯形支架是不能挡住行车道和自行车道的 行人车道呢 与路边咖啡厅不一样 我们是不能使用绳子和链子 而且一定要把客户留在您的营业区域 不能把它们留在马路边上 那为了能够让汽车在夜间呢 可以看到行人 我们一定要保证隔离物的两端 都需要配置高反射性的材料 或者是闪光灯 我们也不能在行人广场那里 然后进行永久的安装 包括钻孔啊 开挖 我们要禁止一切对公众物品的损坏 栅栏之间呢 是一定要保持是无空隙的 每个栅栏之间需要连接起来 栅栏呢 也不能太高并阻挡视线 我们建议的高度呢 是在3.5英尺 呃 我们可以使您可以使用路边白色绿色黄色 及蓝色的上阶盐 但是呢 我们不建议使用红色的 因为红色是留给消防安全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教大家如何去申请必要的文件 那其中呢 包括两份文件 第一份是申请表 第二份是EMRA 那其中的申请表是包含着企业的信息及规划图 您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张图啊 其实申请表中 其实左边这张图是包括了企业信息及规划图 那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EMRA材料 两份是都需要填写并提交的 然后签名 需要注意的是呢 申请过程包括签署EMRA 提交时呢 EMRA必须为PDF的格式 多个企业可以使用同意规划图 但是呢 每个企业都需要提交EMRA 不要将两个PDF命名为同意名称 请将其命名为申请表或者是EMRA 如果您在申请过程当中呢 缺少了某一份文件 那么DSD将会通过电话 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 与商家取得联系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的规划图的样本 您可以提交手绘图 或者是电脑绘图 或者是交通工程计划图 但是呢 计划图当中呢 一定要标出停车收费表的位置 您也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 然后添加照片 但是照片呢 必须为PDF的格式 接下来我们将教大家 如何去申请OpenDSD的账号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点Review 这两个材料呢 是您需要去阅读的 第一份是临时户外营业执照指南 第二份是许可证申请用户指南 然后呢 阅读完两份材料之后呢 您需要下载两份申请表 然后并完成两份申请表的材料 然后呢 您申请表填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申请这个许可证了 OK设立账号 那如果您已经有账号的话 那请直接登录用户名及您的密码 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 请首先注册用户 然后点击立即申请Register now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同意协议 然后继续申请 在这里呢 需要输入您的用户名 填写邮件 密码安全问题及安全答案 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一个Select Contact Type 那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 如果您一次申请两家 包含两家 两家以上的企业 请您选择Group 如果您您只有一家的话 请选择Individual 然后在下面Contact Information呢 那里呢 就需要填写一下联系人的方式 然后呢 我们在这页呢 就需要登录您的账户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DSD Permits 点击DSD申请表 然后呢 创建申请Create an Application那里 然后呢 我们在下面点击同意协议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申请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Traffic Control Permit 点击交通管制许可证 然后我们点击继续申请 在这一页呢 大家可以提供辅助的材料 来进行这个审核 然后只要需要在Add那里 添加辅助材料即可 然后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然后选择继续申请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上传两份必要的文件 之前也说了 第一份申请表呢 是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息 和规划图 第二份呢 是EMRA两份文件呢 是都需要上传的 在这里我们选择文件的种类 如果您填写的申请表呢 那就选择 TEMP Outdoor Business Application 临时户外企业申请表 如果您选择EMRA 那请选择Other 其他 然后简单的对文件进行下描述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保存 然后进行下一步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我们的申请表 看看每个信息是否正确 如果是否 如果是正确的呢 那我们就可以 接下来继续申请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 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 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 如果您在填写 街道号码和街道名称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是不需要填写 街道后缀 那街道后缀呢 包括Street Court Avenue Boulevard Circle Road等等 这些事都不需要填写的 那如果您的街道呢 为一位数的话 那如5号街道 请确保填写05 两位数字 如果您的街道本身呢 是有两位 或者是多位数字的话 如63号街道 那只需填写63即可 大家记住的话 大家记住一点 在Street Number那里呢 请输入罗马数字 无需拼写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查询 然后等所有的地址 信息都填入之后呢 我们的系统将会自动生成一个土地编号 如果您的地址呢 包含多个土地编号的话 请联系DSD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继续 在这里我们需要填写两份资料 第一份是许可证持有人的信息 第二份是联系人的方式 然后点择选择继续 在这里呢 我们要选择临时户外企业营业 制造的经营类型 像之前说的 如果您选择了sidewalk cafe 路边咖啡厅的话 那您就在activity type那里选择parking lane closure 或者是sidewalk closure 就是要选择相对应的区域 然后选择继续申请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申请一下 审核一下信息 确保我们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是没有 都是无误的 然后我们点继续申请 到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DSD会按照提交的顺序来处理您的升起表 如果DSD呢发现如果您缺少了某份文件的话 那他们会跟负责人进行联系 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要强调一下公共安全守则 那永远呢公共安全都是排在第一位 之前也说过了 禁止使用红色的上阶盐 因为该区域的是留给消防安全使用 那新人广场距离呢 应该离十字路口保持至少20英尺的距离 这样的话能够给驾驶员足够的安全距离 我们要禁止阻挡机车道和自行车道 如果停车位呢没有明确的停车线的话 那请您保持12英尺的距离 以供其他的车辆进行穿梭 您可以使用斜停车位空间 加上隔离带以外的2英尺的距离 行人街道呢需要设置坡道 禁止永久安装如钻孔啊开挖等 那甚至您也可以在路边放置一个桌椅 以便残障人士进行使用 如果您经营的企业旁边有树或者是电箱 那您请确保其余企业间隔至少4英尺的距离 如果申请表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呢 那DSD会联系负责人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协助的地方 请您与ABA的Wesley Quach进行联系 那最后呢我们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点呢如果贵企业供应酒水 您需要填写并提交额外的文件 以供ABC进行审核 第二点如果您计划安装大型的帐篷 或拥有50位以上的客人 或经营区域超过400平方英尺 您需要申请消防部门的许可证 最后希望各企业能够顺利的申请到许可证 感谢您的观看再见